歌林多后书四章九节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经文所描写的 乃是一个基督徒的命运 他被打倒 好像每一个人发生的经历一样 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免除失望与灰心 我们为自己感到灰心 为自己在承圣生活上的缓慢进步 为自己所做神的功而感到灰心 我们遇到困难而灰心 有人要伤害我们 也令我们灰心 但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却不致死亡 我们总有一点 是他人不能夺去 不能毁灭的 那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本不配得 就是神的慈爱 我们自身所有的可能 是会毁灭 也应当毁灭死亡 借此 我们可以成为 更丰富 更刚强 自我死亡后 唯有基督活着 我不再灰心了 我满有信心 我靠耶稣基督 因此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哥林多后书四章 九节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